巅峰时与周华健 齐秦 王杰并称台湾四大天王 提携吴奇龙给张学游写歌 连周华健都把他视为偶像 他就是被誉为歌坛白马王子的佟安阁 佟安阁演艺事业正处于巅峰之时 他却不幸患病但出了饮品 或许出于对喜欢他的歌迷的爱 或许有些无奈 他未将患病的消息对外公布 因为突然的隐退 很多报道都误传起患病去时 而他也从未对此出面进行过澄清 其实这些都是子虚乌有 其实佟安阁如今也低调活跃在舞台上 在接一些商演活动 只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抛开了民和力 佟安阁选择做音乐人而不是艺人 如今几十年过去 濒临遗忘的佟安阁过得如何 佟安阁195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 让他在十几岁的年纪 就沉浸在灌露唱天 小型演唱的快乐中 梦想着有一天站到真正的舞台上 只可惜梦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学生时期的他长相英俊 歌声迷人 是同学眼中高不可攀的明星 是女生心中的男神 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也会有更高成就 可母亲的决定 却让佟安阁不得不放弃 刚刚有了雏形的乐队 鼠生气太重 正好外头招兵 就这样 二十岁的他暂时放下了 不切实际的梦想 应征入伍 残酷的军事训练 青春期挥洒的汗水 让灵感爆棚的佟安阁 把所有的空闲时间 都用在了音乐创作上 服役不过两年 就写了三十多首歌曲 只是空有一身才华 却遇不到伯乐赏识的悲哀 让没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佟安阁 在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后 连一个顾得上温饱的工作都找不到 几次碰壁之后 还是大学时期的美术专业 让他找到了一家卡通公司 有了栖息之地 即便日子再难 佟安阁也从未放弃过心中的音乐梦 徘徊间 阳光穿透梦想的大门 露出了一丝光亮 1983年 保利金唱片公司抛出橄榄枝 虽然只是一个幕后音乐助理 但他为费玉清量身打造的作品 却成了记忆剪媒后 最让他骄傲的第二首主打歌 这一高光时刻 也让佟安阁受到越来越多大牌歌手的青睐 听众的称赞 不仅让公司的资源发生了倾斜 还激发了佟安阁的勃勃野心 不眠不休的创作 让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想你》 那时的他 嗓音里还是对未来的憧憬 或许是初入乐坛没什么名气 这张制作水准很高的专辑销量 可以用惨淡两个字来形容 对音乐的执着 让他不信这个血 同样都是高质量的歌 为什么别人唱能火 自己唱就石沉大海 不服输的 且运气欠佳的佟安阁 接连发了三张专辑 几十首歌 都没有在乐坛掀起什么浪花 而公司也对他的规划做了改变 客串影视作品 担任配乐创作 唱歌 发片 多管齐下 最起码混个脸书 忙碌之余 同安阁似乎也找到了问题所在 一番修整后卷途重来 向着几乎空白的校园领域 发起了猛攻 凭借跟我来 来跳舞倾气球 一夜之间这张专辑 风靡台湾校园 掀起了金歌热舞的狂潮 而同安阁的名字 也在一夜之间被人熟知 1987年 歌迷的一张张投票 让同安阁力压群雄 夺得最受欢迎南歌星奖 许多人以为通告 巡演不断的他 将占据一代人的青春 殊不知这只是个开始 他从来没有想过 把自己限制在校园这片安全区 反而向另一个领域进发 大导演的邀请 让人气大涨的同安阁 从客串演员 变成了挑大梁的男主角 名气的变化 并没有改变他的初心 因为自己临过雨 所以总想替别人撑把伞 看到有潜力的年轻人 总想着拉上一把 吴奇龙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他还是兼职摆地摊的 体院大学生 可即便衣着简陋 也没有遮住他精致的五官 忧郁的气质 这张被天使吻过的脸 成功吸引了同安阁的注意 从怀里抽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吴奇龙也凭着这份赏识 加入到后来名栋亚洲的小虎队 书写着自己的传奇人生 即便成名 他也从未忘记过这份恩情 不止一次在访谈里提起 同安阁的名字 接下来的第五张专辑 不仅是他进入内地的 第一张唱片 还奠定了他在 华语乐坛的天王地位 在挑刺的乐评人 都不敢轻易点评这张专辑中 即使你不懂我的心 明天你是否爱我等歌曲 同身的才华让无数歌手发出邀请 张学友就是其中之一 1989年 听着同安阁创作的《西洋醉了》 成功把十大进歌金曲奖收入囊中 从此 香港乐坛也有了关于他的传说 红遍两岸三地的他 和其琴 周华健 王杰成了台湾乐坛的四大天王 风头之盛 足以抗衡红遍香港的四大天王 可即便处在属于同安阁的时代 他也有着自己的原则 他说自己只求耕耘 无以名利 无论是万众瞩目的颁奖晚会 大大小小的音乐奖项 他从未放在心上 露面的次数更是趋之可数 直到中国唱片公司的一封邀请函 让他一改之前的态度 一向淡泊名利的他 得知内地歌坛要给他颁发最高荣誉金唱片奖 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或许对他来说 祖国大陆的认可 就是多年追求音乐的意义 更是无上的荣耀 作为一只东方的鸽子 尽我所想 尽我所能创作东方人的作品 身份证上阻击杭州的字眼 让生养在台湾的同安阁 对故土生起了思念的情绪 于是就有了把根留住 优美的旋律 平凡且充满深情的歌词 不管过去多少年 唱起这首歌的人都会不由地热泪盈眶 任由泪水打湿了衣巾 不久之后 春晚就向他发出了邀请 本以为会像之前邀请港台巨星一样 败幸而归 谁知却得到了诚恳的回忆 1996年 同安阁如期出现在北京 帅气的形象是多少少女的梦 对于歌手来说 能在春晚的舞台上现场 无疑是最大的肯定 可同安阁在此之后 在事业的巅峰时期 只留下一张专辑 就毫无预警地离开了乐坛 而关于他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音乐上追求独特的同安阁 在感情上同样随爱从心 之所以消失 跟着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时间到回1986年 27岁的他不顾众人劝阻 求取是于威莫的经纪人陈美新 初次相识 她是剧组演员 她是临时演员 一次次地续心求教 让同安阁喜欢上了这个热心的女孩 当时的他从未考虑过后果 只觉得爱情来了就要牢牢抓在手心 用牵手的方式度过美好的一生 假设我的基础 没有了家 我什么都无法拥有 可那时的同安阁正是上升期 如果爆出恋情 势必会影响事业 所以公司不太支持他早恋 早婚 可他们却用行动告诉所有人 婚姻不是事业的终点 工作上他是得力助手 生活中他是一把好手 共同进步 互相勉励 生儿育女 渐渐地同安阁 陈美新的爱情 就成了众人羡慕的样子 可表面上的恩爱甜蜜 在小两口看来 却成了灾难 工作上的矛盾 悄无声息间 被带到了婚姻里 冲动退去 生活和工作的彼此交错 成了困扰他们婚姻的最大难题 直到2004年 相伴18年 夫妻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 离婚之后 一双儿女跟着妈妈生活 从此爱情变亲情 一别两宽各自欢喜 本想重回乐坛 可曾经属于同安阁的时代 已经过去 陈奕迅 周杰伦 林俊杰 才是当下最热的歌手 那一年 他已经44岁 婚姻和事业的双重打击 让他从加拿大回到上海定居 当初笑容灿烂的情歌王子 脸上也在未出现过笑容 连活动也很少出席 曾经的他 以歌声传递温暖 抚慰别人的伤口 如今轮到他 却再没有人相伴 六年时间 眨眼而逝 同安阁也遇到了 陪他观赏浪漫的花瓣语的人 圆了爱情那场南圆的梦 而那个人就是 现任经纪人兼助理 相同的是身份 不同的是他的心境 向往低调的两人 手牵手离开了捧高踩低的大染缸 追忆着往事如烟 如今63岁的同安阁 不是创作就是练书法 玩乐器 上一次露面 还是沾了女儿童玉轩的光 气质神似刚出道时的张柏芝 长相更是标准的港风美女 熟悉的是旋律 不熟悉的是多了几分沧桑 虽然舞台不大 同安阁的打扮也很朴素 但渐渐厚移的发际线 却暴露了他的年龄 当年的白马王子 已经变成秃顶大爷 但那些动人的音乐 却一直存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